这条在中和充满南洋风情的华兴街 又叫做缅甸街 有许多的缅甸华人以及在台缅甸人 他们又是如何看待缅甸军政变 以及翁山苏鸡的呢 油锅里金黄酥脆的炸肉丸和炸胡瓜 是缅甸传统的道地小吃 A女士从缅甸来台湾已经快五年 只要有空就会关注缅甸局势 每次看 每次流泪 因为很难够啊 小朋友太小了 十七十八岁是死了好几百个人 死了上个礼拜死了六百多 他只有爆出了两百多啊 尸体都尸体都他们都拿去都不给啊 听说是他内脏都卖大路啊 A女士还有许多亲朋好友住在缅甸 对于军政府连小孩都杀感到非常气愤 只知缅甸军政府就是有中共的帮忙 才敢这么嚣张 因为很多中国军人去那边帮他们打 很多人民都抓得到啊 因为不会讲缅文啊 看来那个都是中国人 他还讲缅甸话啊 对啊 他不会讲缅甸话啊 事实上外界仍有不少声浪认为 中共在背后支持军政府 这场政变不止超过五百人身亡 华人也成为军警镇压的牺牲者 画面中被军警强杀岛地的抗争者 就是17岁的华裔医学生林耀宗 他的爸妈悲同欲绝 在镜头前批评北京的不作为 或许军方发动政变 关注缅甸局势反对中共黑手 缅甸华侨在多国发起抗议集会 缅甸是中南半岛第一大国 具有重要地缘战略地位 或许中共渗透 遭遇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但评论家点出 这场缅甸局势更加诡异的原因在于 不管是军政府或是民选政府 都在讨好中共 军政府跟中共关系是很深的 缅甸发生军事政变以后 那个麦文将军 所社会主义的道路 就一直跟中共关系很一天 然后这个传统就一直延续下来 那到了安山书记这个执政以后 安安书记也在讨好北京 牺牲了其他地方国家的关系 甚至于就是 配合军政府去镇压那个 鲁迅汉坎主 就完全背弃了那个诺贝尔和兵奖 给他的那个荣誉 缅甸军政府发动政变后 曾在记者会上表示 想要和国际社会保持友谊 点名中国是朋友 而翁山书记执政的近十年里 因为放任罗西亚人的问题 民主女神的光环褪色 导致缅甸也受西方国家忍弱 不得已向中共靠拢 配合推动中共的一带一路 缅甸军方二月发动政变以来 镇压力道越来越强 面对枪林弹雨的威胁 缅甸年轻人用行动展现他们的决心 21岁的大学生卡卡表示 比起死 我更怕被这些军人统治 我更怕从此失去自由 华人少女邓加西日前在街头抗争 遭军警集中了国库身亡 他在出事前曾在列书写下 如果我不幸出事 请将我的器官捐出去 表面誓死如灰的决心 我们作为新一代的缅甸华侨 我觉得我们就应该站出来争取 我们自己的民主跟我们自己的未来 他们只是想要争取自由 想要争取民主 而且这本来他们已经有了 有的然后再一次失去的话 他们就他们的心就更痛苦 军警的实弹耗火谁不害怕 但这群缅甸青年心理明白 抗争的核心理念 不是支持哪个政党或是翁山突击 而是坚持走在民主自由道路 有able人有的 请不吝点赞警езд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